你知道薛定谔的抬球吗 你知道我和抬球有心电感应吗 你知道我们之间有量子纠缠吗 今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们证明了 量子纠缠是真实存在的 你知道量子纠缠在抬球中的体现吗 你看这局球 如果你不开球 这局可能是被一杆清牌 也可能是输掉比赛 现在这局球是输和赢的叠加状态 只有你真的开了球 才能结束这种叠加状态 这就是薛定谔的抬球 你知道我和抬球有量子纠缠吗 就比如我和抬球是两个不一样的量子 本来毫不相关 但是我想要打抬球的那一刻 我和他就有了纠缠 比如今天球顺手听话 我的心情就会很好 如果我心情不好 那就说明今天抬球打得并不痛快 所谓量子纠缠 就是即使两个量子距离很远 但是一方的动作会影响另一个量子 那它们之间就有了量子纠缠 如果在屏幕前的你看到这里 因为我的视频产生了想打抬球 或不想打抬球的想法 那你和我之间的量子纠缠就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